大家好 我是彤彤彤 今天我要去见一个 四年没有见的朋友 现在先暂时保密他的身份 然后呢 我们今天是准备去吃烤肉 我也马上快要到了 对于多年未见的知遥 不知道你有着什么样的情绪 我的18岁 她的17岁 我们在一起 第一份工资 第一次因为工作通宵 第一次因为工作而吃不了晚饭 看面包 第一次遭到老板的冷嘲热讽 第一次给父母转账 我的18岁 初入社会 感受到现实的冷漠 也感谢当初那么拼命的自己 我现在已经先到了 然后我朋友还堵在路上了 我喜欢这家店的风格 就是很乖的那种 好多啊 是不是啊 没有 我等了十多分钟吧 这个仙女我们已经三年没见了 对 然后我们之前是一起做直播 资长妈18岁 哎 谢了 等会给你们讲这个故事好了 我们现在想先吃点东西 生活中唯有美食和爱 不可辜负 好好享受吧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 吃了一个半小时了 刚刚吃东西来的一轮 我们想说吃完了以后来拜哈罗里面 我们刚刚就一直在拜 因为我们一起在15年的暑假 我们一起上班 就是做直播嘛 就两个刚刚没18岁的小女儿了 就在昨天 18岁吧 17岁吧 你17我18 对 他17我18 然后好辛苦当时 基本上都是 晚上11点才回家 而且每天回家还打速度才回家 日常整的还没得打车的 不用动 对吧 不行 很深刻的一件事 其实是好风风 居然在一起吃 好飞 对 因为像 当时我住过 而且我们有 很认真 很努力的两个小女儿子 七夕节 大家在刷朋友 我们在公司直播 播到凌晨 然后公司给我们 发货费 当时我都觉得好好了 因为公司 我经常播到晚上吃不成饭 他不得跟我买饭 就经常都是自己晓得要喝了饭点 播 然后我回到楼底下的85度 先买个面包 然后我点起 灭的活动 我不着了 等到Hotel 虽然说那么幸福的一件事 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 真的超级开心 对 你第一个月说 他跟我签过 他的工资拿2000块钱给他妈妈 那个时候 就影响到我现在 每个月都要把我的钱给我的妈妈 对 影响到我很久这些事情 可能会影响到我以前 怎么的吗 你说的 我不好意思 因为当时 当时我记得第一个 好像是拿了2000块钱吧 我拿了2000块 就这样2000块给我妈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可以挣钱 然后就很开心 而且我跟我妈妈关系比较好的 包括后来我的工资卡 都是拿我妈的卡 这种 就这样 一定要对爸爸妈妈好 做事情都会很顺利的 好了 我们的小秘密 不能再跟你们投入多了 哈哈哈 现在我要跟我乖乖一起回家 那我们今天就拜到这里 还有我们小秘密再见 拜拜